好,闸门打开,比赛开始,目前没有看到有马匹曼闸,我们看到领先在前的,拿到最前面的位置的就是11号码,屈指可数了,率先的来到了中间的一个位置,一直在往内栏慢慢的进发,然后呢,我们看到在他旁边的有一匹码呢,是重心飞龙,然后是绿色的彩帽的小赤兔,三匹码基本上差距不是特别的大,中间一个码身之隔的就是6号码,剑步如飞,在剑步如飞旁边的呢,是红色彩帽的白羽齐天, 还有看到就是来自9号的成就梦想,以及我们看到是黄色彩帽的志气非凡,暂时垫后呢,是12号码,我们看到是第一个集团在后面的是威震天下,最后暂时垫后的就是8号码龙胜赫拉,但是呢,这是一个1000名的图成,我们马匹在一点点的赶超上来,排在本场比赛最前面的依旧是屈指可数,但是差距都不是很大,华语马业的两匹马从内外夹击已经包超了上来,但是呢,我们的距离还不是特别的大,9号码是成就梦想和我们看到11号码, 驱止可数,他们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,两匹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距,但是这个时候,11号码驱止可数以优势,一点点的优势,率先冲过了比赛,